今天是2024年4月22日,星期一 我们继续学习《碧言录》第66则 《沿途》、首剑 垂势 当机敌面 提现虎之鸡 正案旁提 不请贼之略 禅师在接引学人的时候 要能立刻弃合时机 就像捕捉老虎一样 诚实技能正面的直接的接引 也能旁敲侧击 使老虎掉入事先设计的陷阱之中 使那个贼 窃贼掉入事先设计的陷阱之中 明和暗和 双收双放 解弄死舌 喊他作者 从表面上 从事件法的角度能够严实合奉 在究竟的层面 也能严实合奉 就是明和暗也和 师徒二人配合得非常好 能够收放自如 只有大宗师才能知道 如何应对来访的参成者 这个死舌 就是嘲笑来访的参成者 像死舌一样 愚昧不堪 举 沿头问生 什么出来 未开口时 纳败缺了也 穿过独楼 要知来处也不难 沿头全货城市 问一位来访的参成者 你从什么地方来 明无可请评论到 这位僧人还没有开口 就已经露出了破绽 已经被沿头全货城市打败 沿头全货城市的疾风 早就穿过了他的脑袋了 这个独楼就是指脑袋 窟窿 沿头全货城市 想要知道这位僧人的来处 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生云西津来 果然一个小贼 这位僧人说 我从西津长安来 有可请评论到 我早就料到了 这位僧人是一个小毛贼 头云 皇朝过后还说得见吗 平生不曾做草贼 不惧头落 便那么问好大的 这个皇朝过后还说得见吗 就是来自于一个传说 据说皇朝捡了一把剑 剑上刻有天赐皇朝四个字 他就说这是天赐之剑 自号为冲天大将军 因此起义 贡献上岸 登上地位 在这里 这个皇朝的宝剑是指 人人俱足的佛性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沿头全货城市问 皇朝起义之后 皇朝获得了天赐宝剑之后 你还能不能捡到这样的宝剑呢 也就是问他有没有觉悟 袁温克勤评论到 沿头全货你是没有做过贼吧 这样没有经验 也不怕头被人砍掉 你这样问胆子真大 圣云 收得 败也 未时转身处 毛广汉 如麻似述 这位圣人说 我能捡到这样的宝剑 袁温克勤评论到 这个圣人落败了 他不懂得转身的道理 像这样愚蠢的冒牌货 非常多 毛广汉就是愚蠢 又装腔作势的人 沿头 赢紧 尽全 云 祸 也需时机已时的 现火之机 是什么心形 沿头全货城市把脖子伸过来说 祸 你真厉害啊 袁温克勤评论到 沿头全货一定是懂得应激说法的 所以才能如此 他具有捕捉牢户的陷阱 沿头全货 他到底想干什么呢 是什么心形 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圣云 尸头落也 只见 锥头立 不见 鸟头方 实胜好恶 拙也 这个圣人说 师父 你的头被我砍掉了 温克勤评论到 这个圣人只看到自己的锥子很锐利 但是看不到 沿头全货的脚子也是很方正的 他分不清楚是非 他已经中了陷阱了 已经掉进陷阱里去了 早也 沿头呵呵大笑 敬天下那生不奈何 欺煞天下人 寻这老汉头落处不得 沿头全货城市听了这个圣人的回话之后 哈哈大笑 温克勤评论到 沿头全货的笑声让天下家伙人不知所措 沿头全货城市欺骗了天下所有人 天下所有人都想寻找这个老头子脑袋的落处 但是怎么也找不到 身后到雪峰 依前满汗蒙动 这身往往十分纳败却去 这个圣人后来参访雪峰一成诚实 温克勤评论到 跟前面一样 这个圣人还是稀里糊涂的 这样稀里糊涂的人肯定经常露出破绽 风云什么处来 不可不说来处也要看过 雪峰一成问他 你从哪里来呢 温克勤评论到 新来的圣人必须告知来处 禅食也要这样看厌一番 圣人沿头来 果然那败却 这个圣人回答说 我从沿头全货城市那里来 温克勤评论到 这个圣人果然落败了 露出了破绽 风云有何言句 举得不免吃饭 雪峰一成问 盐头全货有什么言教吗 温克勤评论到 这个圣人如果举事这择公案 不免要挨打了 身举前化 便好赶出 这个圣人把自己和盐头全货城市的对话 复述了一遍 温克勤说 正好赶出去 雪峰打三十磅赶出 虽然斩钉截铁 因胜只打三十磅 主仗子也未到责战 且未是本分 何故 朝打三千 暮打八百 若不是同仓 整便端敌 虽然如是 且到 雪峰头落处 在什么处 雪峰一成成是打了 这位圣人三十磅 把他赶出去了 温克勤评论到 雪峰一成 直接了当 就打了他 但是为什么 只是打三十磅呢 拐杖也没有打断 这样还是没有打彻底啊 必须把拐杖打断了才行呢 为什么这样说呢 应该是早上打三千磅 晚上打八百磅 天天都要打 雪峰一成和 颜头全磅是 同仓道友 都是师神 得三千磅 成事 如果他们不是同门师兄 怎么能分辨 清楚对方的旨意呢 虽然这样说 大家说说 雪峰一成 颜头全磅 这两位大师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他们落在什么地方呢 平唱 大凡挑难复拨 拨草沾风 也许是同行 也许是聚行脚眼似的 一位陈宗圣人 想要挑着行李 背着拨到处参访 他拨开草丛 这样祖师的风范 必须具有行脚声的 法眼才行 这身眼是流行 也被颜头看破了 一串 春去 这个圣人眼睛 就像流行一样锐利 但是最后 还是被颜头全磅 或尘尸看破了 一下子 就被颜头全磅 把他的鼻子 穿起来了 当时 若是个汉 或杀 或活 举着便用 如果他当时 是条汉子 具有杀活自在的肌肉 那么他一听到 尘尸举说 就能够灵活欲诱 这身 哑郎当 却到受得 可惜这位圣人 只会吹牛说大话 说他能够 捡起 皇朝的天赤导剑 是那么行脚 阎罗老子 问 说犯前债 知他踏破多少草鞋 像他这样 稀里糊涂 到处行脚 等将来临死的时候 阎罗老子 一定说他 浪费了信众的供养 向他讨债 你们知道 他穿破了多少草鞋吗 直到雪峰 当时若有血子演进 便解撇低去 岂不快 后来他参访雪峰 一城城市的道场 如果他当时 有点眼力近 能够有所领悟 那不也是一件 很痛快的事情吗 这个因缘 有结脚 咬而处 此事虽然无得死 得失胜大 这个公案 有一些关键难解的地方 城中虽然说 无得也无死 但是我们还是要在 无得无死之中 辩明得死 虽然无减责 到这里 也要聚言减责 虽然我们城中 强调不去减责 但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还是要 具有正法之眼 还是要好好 减责减责 看到龙牙行脚时 自个问德山 学人藏 莫也要见 莫也见 你取丝头时如何 德山迎进前云 或龙牙云 丝头落眼 三变归方藏 牙后举是洞山 洞山云 德山当时到什么 牙云 他无语 洞山云 他无语 则前日 借我的德山 落的头来看 牙云 言下道物 睡肥乡 遥望德山 礼拜忏悔 柳生 传道德山处 德山云 洞山老汉 不思好饿 这汉死来多少事也 救得有什么用处 这则公案 在前面讲过 这里就不重复了 大家可以看前面 第二四则 却为过板 跟这里的一模一样 就是选择 同样的 同样的公案 这个公案 于龙牙的一般 在这里讲到的公案 跟前面二世者 龙牙 居顿城市的公案 是一样的 古代城市的行为 都是互相模仿 互相抄袭的 打疾风也打得差不多 德山归方藏 则暗中最妙 德山宣战城市 回到方藏时 这种做法是非常高明的 从表面上看 似乎没啥 但是从底层 从究竟层面 也都是从暗中看 当时非常牛逼的 炎头大笑 他笑中有毒 而这则公案中 炎头全获上 是最后哈哈大笑 这种做法 就非常恶毒 若有人变得天下横行 如果你们能够这样分辨出来 就可以横行天下 畅通无阻 这生当时若变得出 千古之下 免得简泽 这个世人当时 如果能够分辨出来 他死了之后 别人也不会对他 说三道四了 于炎头门下 已是一场错过 当时他在炎头全获门下 早已经是错失了 开悟的机会 看他雪峰老人 是同参 便知落畜 大家看看雪峰一城城市 和炎头全获城市 师出同门 他们就懂得 他就懂得炎头全获城市的旨意 知道他为什么哈哈大笑 也不与他说破 只打三十八赶出院 可以光前绝后 但是他并没有把炎头全获城市的旨意 告诉这位僧人 也没有点破 他只是打了这个僧人三十大八 然后把他赶出寺院 这一种手法 真是空前绝后 太厉害了 这种手法真是太厉害了 这个是念座家纳神鼻孔 为人的手段 更不与他如之若和 教他自悟去 念体本色禅神的手段 就应该是这样 这样才能帮助到别人 禅神不会告诉对方 到底是怎么回事 让对方自己亲自去领悟 本分中是为人 有时笼罩 不叫一出头 本色禅宗大师 在帮助别人的时候 有时候要一直忽悠别人 不会让别人出头 不给他出头之路 有时犯令死狼丹的 确实有出生处 有时候会让对方疲惫不堪 但是却留一个出生的地方给别人 留一个出口给别人 大小盐头雪峰 都被各吃饭城和堪破 盐头全货和雪峰一生城市虽然很伟大 大小就是这样伟大的城市 但是在跟这个饭桶的僧人仇打之中 也把自己的家底暴露出来了 被这个吃饭只知道吃干饭的城市给堪破了 就是说通过这样的对话 大家都知道了盐头全货和雪峰一生城市的底细 只如盐头道 黄巢过后还收得见吗 诸人且道 这里河下是什么话 这里河下得什么语 免得他笑 又免得雪峰行棒赶出 盐头城市说 黄巢奇异的事情发生之后 你们还能找到这把天赤宝剑吗 你们说说看 你们能够下一个什么样的转语 才不会被盐头全货成城市笑话 才不会被雪峰一生城市拿着棒子赶出去 这里咬鹅若不成轻正轻悟 纵使口头快立 自究竟透脱生死不得 这里关键微妙的道理 如果你不是亲之礼物 其实你能言善变 变才无碍 最后也无法超越生死 无法从生死中解脱出来 三生寻常教人 去这机关转处 若你意则远之缘意 我平时教人参究这则公安的隐秘关键之术 如果你去琢磨 去用理性思考 就相差的越来越远了 不见头子问盐平生云 黄巢过后收得剑吗 生一一手之地 头子城市曾经问一位盐平的生人 问他说 黄巢奇异的时候获得天赤宝剑 你们有没有获得这把宝剑呢 这位生人一手之地 头子云 三十年弄马骑 今日被驴子扑 头子城市说 我就有三十年驯马骑马的经验 但是今天却被一头驴给踢到了 看这生也不妨是个作家 也不到收得 也不到收不得 与西今生如隔海在 大家看看这个盐平的生人 毫无疑问 他也是一个大城市 他不回答收得 也不回答收不得 他只是一手之地 他就比本周公安中的长安生人 要厉害得多 简直是天壤之别 这两个人 真如念云 他古人一个做头 一个做尾 定义 大伟 木哲 城市 也就是真如城市 念题这次公案 他说从前的城市 一唱一鹤 一个摇头 另外一个就知道 立刻摆尾 这样就能搞定了 就能把开尾的境界 彰显出来 雪斗 宋云 我们来看看雪斗 城市的祭宋 宋 皇朝过后 承受剑 孟巴南汉 有什么用处 只是吸刀子一口 皇朝获得了天赐宝剑之后 还有其他人也获得了 有可请评论到 这样装枪做事的家伙 有什么用处呢 这把刀 只不过是没有用的吸刀 这把宝剑 只不过是没有用的吸刀而已 根本不是什么宝剑 大笑 含阴作者之 一指清德能有几个 不是取农 证得自由 严头全获城市 哈哈大笑 只有真正的大宗师 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宇文科新评论到 亲自证得这种境界的 能有几个人呢 不是他这样的人 如何能获得自由呢 不是像严头全获这样的城市 这样的大城市 如何能获得自由呢 取农 就是指他 这是第三人生代识的意思 三十三藤铁青树 同条生同条死 朝三千目八百 东家人死 西家人助哀 却与旧的活 三十三藤铁青树 就是就算打他三十藤 也算是轻饶了他 游客请评论到 长在同一根藤条上 死在同一根藤条上 早晨打三千藤 晚上打八百藤 东边的人家死了人 西边的人家跑过去 帮他哭泣 这样做 能把他救活吗 得便宜是弱便宜 据款结案 会不胜当初也有鞋子 你想去占别人家的便宜 结果被人家占了便宜 游客请评论到 根据案情进行总结 后悔当初有点不谨慎 也有鞋子 就是也有一点 也可以理解成 不过也有一些看点 也算是马马虎虎 这样说也算是可以 说得便宜是弱便宜 这样说也不错 平探 黄朝过后成熟见 大笑还因作者之 雪道便宋 这声语 盐头大笑处 这个声音说 黄朝获得天赐宝剑之后 他也获得了这样的宝剑 盐头听完之后 哈哈大笑 只有真正的 才是他能懂得 盐头的旨意 这两句寄送 就是雪道城市 解释公案的 这个情节的寄送 这个鞋子 天下人摸索不着 这一点东西 天下人根本摸索不到 其道 他笑个什么 须是作家方知 这笑中有权有实 有造有用 有杀有活 大家说说 盐头全霍 是笑个什么呢 只有真正的 才是他懂得 他为什么笑 盐头全霍的笑声中 有方便也有机会境 能够照到客体 也能显示主体的肌肉 能够剿面妄想 也能证显佛性 三十三腾且倾术 送这身 厚到雪峰面前 即使是打他三十半 也算是轻饶他了 这句记送 是解释这个圣人 后来前往雪峰 一城处 参访挨打的故事 这身依旧忙碌 风便 距离而行 打三十半赶出 这个圣人去雪峰 一城城市那里参访 依然是很鲁莽的行为 雪峰一城就根据本色 传身的手造 打了他三十半 把他赶走 且到为什么却如此 而要尽情会这话吗 得便宜是落便宜 大家说说 雪峰一城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们想要彻底明白 这句话的旨意吗 那么我告诉大家 你想占便宜 最后一定会被别人占便宜 谢谢